你见李恒基了 我见他干什么呀 我肯定先来你这儿啊 你这儿的问题解决了 他那不叫事 什么时候猜到的呀 虽然啊 李恒基一直都在跟我说 你不喜欢小孩 但是我天天在你身边呢 每当我看到你看到 那些小孩的眼神的时候 我就知道你心里 到底是怎么想的 其实要我说呢 并不难 你和李恒基现在的身份 地位 还有人脉关系 真的 要一个孩子 你别跟我说 你跑了什么欧洲 美国去 我告诉你 现在国内这方面的技术很好 我也认识一些专家 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一下 如果我跟你说 我在结婚之前 你就知道自己不能生育 欺骗了李恒基 跟他结婚的呢 你看 你看看你的眼神 就知道我这样的行为 最高万死的吧 也好解决 那么你们现在 这个主要问题啊 矛盾就出在孩子身上 那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呗 尽快要个孩子 不管用任何手段 人工的也好啊 什么的都好啊 先把孩子要到 那么你们之间 所有的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了 看来我生不出孩子了 就该死对吧 不是 什么呀 你在说什么呢 杨光 不是 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 生不出孩子很正常啊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啊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是 是他从一开始 就骗了李恒基 问题出在这儿 志领姐妹说这个话 一定有他难言之矣 我这不是在帮姐分析吗